诶 媳妇 嗯 你觉得我们现在用的这么牛逼的技术 都是来自于人类自己的研究 我觉得不是吧 好 那来自哪 就是 就像那个宇宙揭露里面说的一样 跟外星人的合作 好嘛 这一期的话题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我假装不知道什么 可以啊 不知道吗 人类在最近70年 你可以说是从二战结束以后啊 我们技术真是飞速发展 如果一个1950年的人 生活在1950年的人啊 直接穿越到我们境内 他可能真的出门办不了事 对 对啊 什么扫码之复啊 别说50年了 我觉得80年 他直接穿越过来 80年的那种年轻人 直接穿越过来 就我们上一辈 他直接穿越过来都不一定能搞定 是是是 不会打车的呀 嗯 还有那个现在是那么多的车辆 以前可能都没有车子 都是自行车 对啊 我想到一个那种穿越的小情境剧 就一个清朝人 不对 明朝人穿越过来 然后 然后他看到那个想去买吃的 然后没有 他给了50辆银子 然后店员说先生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不收银钉子 我赶紧收啊 上面的人在说你收啊 对啊 你收啊 但我们这儿只收人民币 他就请问 请问这位姑娘 人民币是什么 他说你看对面的ATMG 去那排队 你看看对面排队 你现在脑子被捶了 脑子被门挤了 只能说这个店员过于 过于老舍是吧 对 回到正题嘛 在美国或者在世界有些很多人 还是不相信这些技术 完全是由人类自己研发出来的 因为进步确实太快了 这里面的代表啊 就是美国UFO协会 他们一直觉得 还真的有这个协会 真的有 他们还办了 官方的 不是官方的 美国也没啥官方组织 这个协会 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 他还自己办了一个网站和杂志 这个网站叫做美国UFO协会杂志 这个也是作为实体输出版的 他们有点是坚决的现象 政府一定是隐瞒了 他们和外协人合作的计划了 特别是在逆向技术工程上 之前你不是问过吗 逆向技术工程是啥 对 什么叫逆向技术工程 我绞尽脑汁 我终于想明白 用一个简单的词告诉你 逆向技术工程是什么东西 山寨 拿到一个成品开始拆子 对 对就这意思 明白 简单明白了吧 我突然为这个行业找到了一个高代上的名词 对 不能叫山寨 叫逆向技术工程 对 他们就相信 美国一定是有这种东西存在的 这种机构这种部门这些人存在的 他们就公布出了他们手上的一个资料 第一个例子是说 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 也就是最常见的东西 我们的CPU 我们现在用的这些芯片 都是逆向工程的储物 他怎么说呢 他说 1941年的时候 在美国密宋里州 开普吉拉多市 这个地方 就曾经坠毁过一次飞地 但为什么人家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了这件事情 是因为当时美国军方行动审速 很快就把那个地方清理出来了 就全都清理了 哪怕一个小诗子都没有翻过 然后完全掩盖了 并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残骸啊 坠落物啊 全部送到美国的普渡大学 普渡大学这个名字啊 不是佛官普照普渡中生那个普渡啊 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他说音译音译 就他他其实是美国和MIT齐民的一个功课大学 而且他的功课有七强 所以呢就被送到普渡大学啊 美国政府呢就要求普渡大学的研究人员啊 对这台坠落的YFO进行地下工程 他的第一个技术产品啊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晶体管 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些什么芯片啊 这些什么基础技术 这个晶体管发明之后啊 就引领了人类从电器时代 进入了电子时代的大门 在1951年就是晶体管出现了五年以后啊 就出现了第一台我们现代机器材的电脑 但是那台电脑啊也不小 但是比电子管的电脑要小多了 一台电子管的电脑可能有几十平米能把个房子 要几个房子能装得下嘛 嗯 而且运算速度特别慢 到晶体管时代 然后呢 你看我们现在这些电脑啊 是不是啊 这个美国UFO协会的人就觉得 这肯定是UFO逆下工程导致的啊 啊 对吧 我不相信人类的智商 这完全不是人类的这个 技术水平平稳发展出来的 嗯 但是我自己啊 就是搜了一下这个晶体管发展历史 其实这个很牵强 嗯 他这个说法很牵强 因为在这个之前啊 其实人类已经铺垫熬了整个晶体管出现的所有科学套路了 对啊 所以这个很牵强 嗯 但是呢 嗯 他们公布的资料里面啊 这个不是唯一一件 嗯 而是这个是排在第一个 嗯 最不可靠的一件 嗯 后面还有很多可靠的 啊 后面还有很多可靠的 比如说我们下面说这个人 嗯 这个人叫做鲍伯拉扎尔 嗯 这个人呢 在1989年公开跳出来 嗯 跟各大媒体讲 嗯 我就是个逆向工程师 嗯 我就为美国的逆向工程工作了 嗯 你们说都在罗斯维尔地区 其实根本不是 嗯 美国的这个逆向工程是在罗斯维尔引南15英里的一个叫S4的地区 这个地区对外完全保密 只有在那工作的人才能进去 而且也不在罗斯维尔50 也不在51区 嗯 离51区还有一段距离 嗯 他说那个地方 是美国逆向工程的核心就在那 这个那个地方所进行的计划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 叫做黑暗计划 嗯 熟悉美国军事秘密的 这些军事的人就知道 黑暗计划是美国的一个顶级军事计划 他的直接查过就是F117 F117引擎战斗机 一听这件事啊 嗯 所有记者肯定都很感兴趣 包括这个美国的UFO协会的记者 都很感兴趣马上就去裁判它 然后从我们把坏了自己的技术方面 嗯 对 充分发挥了他们现场采访的能力 就现场对那个 甚至对鲍伯拉扎尔进行了专返 就公布了很多 关于S4区域的一些秘密 鲍伯拉扎尔说 他在S4区域至少看到了9艘飞碟 哦 第一艘是完整的还原了坠落在罗斯沃尔地区那艘飞碟的技术和样貌 完整还原了 另外8艘呢 是每一艘都加入这些人类自己的这些技术实力和自己的设想 然后加入在这些飞碟里面形成道 能飞吗 可以飞 自己造的也能飞 也能飞 而且他还公布了很多这种飞碟的一些技术细节 比如说怎么控制啊 它的动力来源啦 怎么控制啊 它的控制 凡是和我们现在所有的控制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飞机比如说是有什么舵啊 这些东西是通过空气动力圈来控制的 它是通过空间通过重力来控制的 改变动力场 对 改变动力场 改变空间的膨胀系数这些东西 对对 扭曲空间 他说啊 这些飞碟都用的是一种115号元素 作为燃料 这种元素啊 通过特殊的激发手段 可以激发了以后 让它能够控制空间的膨胀 就能形成一种什么原理呢 就像《星际迷航》和《三体》里面的 曲率取动力情的那种控制方式 所以说大牛 大牛不是人 他是外形人 我觉得他某种篇端上在跟外形人 他其实他大牛不是人 大牛其实是躲在地球养老的 娘子光电站的一些小说的人 又黑了 对啊 黑了谁 你知道不敢说 我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这个115号元素呢 他说啊 不是人类合成的 是外形人的那艘最伟的VD上 带来的 然后人就学会了合成 没有 那会儿还没有学会合成 那会儿呢 可能只知道怎么用 1989年的时候 这件事情一出来呢 就公开的被科学界 被媒体 被政客 被所有人嘲笑了 哪来的115号元素 那会儿元素周期表现 根本没有115号元素 你这说的是啥 115 115 那会儿那会儿还没有115号元素 就你哪来的115号元素 我们都没见过 你这肯定是在说话 你这 信口开合 直到2004年啊 科学家公布了他们发现的一个新元素 115号元素 最关键的人呢 他的一些物理性状 物理性状和化学性状 还没有到什么激发内部 物理性状和化学性状 和当时鲍博拉扎公布的115号元素 他公布的115号元素的化学性状 物理性状非常地相似 就觉得鲍博拉扎说的是靠谱 靠谱 他可能真的在S4区域工作过 而且 他没有被拉黑吗 他没有被拉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像这种应该 美国就按照那种电影里的秦天 美国政府应该追杀吧 我跟你讲 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一点 你想 逆向工程肯定是很多工程师 很多高青年科技人员 对吧 各种人家参与的一种一个工程 绝对不会是我们俩 对吧 搞一个逆向工程 我才逆向出来一个非敌 为什么 这些信息很少被透露出来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谜头啊 因为 因为只有解开这个谜团 所有的美国 这个美国UFO协会公布出来这些资料 才有可信度 对不对 不然的话很快被否认了 你这个肯定随便找个人来糊弄我们的 这个时候呢 美国UFO协会 还是说那句话 我佩服他们的这种调查能力 和这个政策去取材能力 他们可能是通过特殊渠道 贿赂 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美国的一个高层的军官 这个军官呢 可能有意无意 就透露这么一件事情 是一个加州的工程师 这个工程师呢 叫萨尔 他原来是供职于美国的逆向工程技术的 逆向技术工程的这种部门的 但是呢 由于他的家庭原因 他不愿意再公职这个部门了 就跟他的上司说 我不跟你们续签合同了 我要回到普通人的生活里面去 他们那个上司呢 就说可以 我们很难过 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工程师 然后就跟他说 你去我们的医护室去体检一下 反正你在这受到过多的辐射啊 什么东西去体检一下 保证你走了以后 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就去体检了 体检的第一步呢 就是给他扎了一阵 扎了一阵 他就完全失忆了 他完全不记得 当天是怎么走出基地 怎么回到家里呢 又怎么睡着的 只知道他当天晚上 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 而且呢 另一晚上他觉得特别累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觉得特别累 他不记得 他只觉得是个噩梦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拿起包包 准备去上班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他不记得他在哪上班了 就是 但是那前面那个工程师 为什么没跟他扎了 这就不知道了 就可能有这么一个漏碗之余 但是 大多数人 都被这么洗脑 我觉得洗脑肯定是正常的 没有被洗脑才是不正常的 才是不正常的对吧 对 然后这个工程师 他就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在哪上过班 嗯 为了弄明白这些呢 他就去银行查 哎呀我的工资 谁给我发的 嗯 一查发现啊 工资每个月都到债 但是啊 对方账户是空的 对 对吧 对 他完全查不到对方账户是吧 嗯 银行者就说这是你的工资 嗯 没有对方账户的信息 嗯 这样就没办法 他因为他也不记得自己在哪工作 他也没有什么证据 嗯 这个将军啊 就说 其实很多人都是被这么处理过 嗯 所以你们得不到任何可靠的消息 嗯 就任意入这个 嗯 哎 一般的工程师啊 肯定都很可很容易被这么处理啊 嗯 但是对一些名人 对一些有位高权重的人 对于一些曾经在媒体经常见面的人 他们就不能这么处理 嗯 这个人叫做班月痴 嗯 对啊 他确实很瑞耻 嗯 嗯 他可能比编曲霞稍微 瑞气一点 没有没有他没有编曲霞那么瑞气 哈哈哈哈 假的啊 但是他也很牛逼 嗯 他基本上可以相关于干准夹那个级别 嗯 他是 Denrich呢 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臭幼工厂的总负责人 嗯 当时呢 他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副总裁 嗯 嗯 熟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臭幼工厂的人爱 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厉害 嗯 F117 嗯 现在的F35 嗯 美国的现役主战战斗机F22 嗯 都是来自这个共产 哦 在他手底下 诞生了F117 这个不用提 嗯 S271黑鸟战斗机 嗯 这些基本上可以说黑科技的系列的战斗机 都是在这个手底下诞生的 嗯 所以呢 他其实应该是至少他应该是接触了很多美国的这种军事高层的机密了 嗯 在2010年的时候他就给美国的UFO协会写了一封信 嗯 在信上公开就说美国现在正在生产至少两种UFO 一种UFO呢是完全逆向的外星人的UFO能力 第二种UFO呢就是融合了我们现在地球人的一些思维一些艺术感一些技术在里面的人类和外星人的杂交UFO 说到这里我想到上一期你讲的还是上上一期讲的什么 美国拍到UFO那个是吧 对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我觉得可能就是美国在试验之际的UFO 哎对 所以那个将军非常淡定 哎对对对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现在这个UFO 而且他还透露了这个工程的编号 嗯 这种UFO的编号啊叫做TR3B 嗯 形状呢是一个黑色的三角形 在每一个角上里有一个点 嗯 其实这种图片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拍到过这种三角形UFO的照片 嗯 很多很多 根据这双性的资料 然后美国UFO协会再根据自己的数据库进行比对 嗯 发现可以确定确认是UFO的这些事件里面 有95%的UFO的形状符合TR3B的形状 而且呢 Bandridge还提供了一些这种UFO的一些性能 嗯 一些这种特性啊 形状刚才说嘛 三角形 嗯 踩起来它的飞行特性 嗯 它说这种UFO由于不是常规的这种空气动力 嗯 它呢飞起来就无声无息 也不是完全没有声音 但是相对于现在的飞机来说 已经是无声无息了 嗯 而且呢 它的飞行不遵从于基本的空气动力学 它可以直角飞行 对 突然间转弯 突然间转弯 瞬间加到超音速 嗯 嗯 最令人惊叹的呢 它可以通过弯曲弯线 嗯 达到呢 视觉上的隐身 就很厉害了 啊 就比雷达上的隐身厉害多了 它还可以雷达隐身 对 雷达隐身 就是它能视觉上隐身 它肯定可以雷达隐身 嗯 然后它还能做啥 嗯 它可以干扰雷达 它的干扰不是像雷达说是扫描不到 或者是受到干扰 嗯 而是像雷达扫描这个东西的时候 发现啊 在另外一边出现了一个东西 嗯 那这样很细思极恐啊 为啥 说不定现在满天都是飞碟 那当然我们看不见了 对 哎呦 可 但不至于满天 等等 为啥它造价特别高 根据 资料 对 根据Benrich公布的资料 利达 根据这个有钱哥 根据这个有钱哥公布的资料 一台TR3B呢 造价31美金 好肯贵 还是很贵的 对 说到这呢 就不由的佩服一下美国的这些民间记者挖掘能力 嗯 还有佩服一下美国的保密能力之弱 人家毕竟允许这种民间的团体存在 这种民间团体就会因为爱好也好 或者因为利益也好 他们尽量去挖掘一些东西 他们挖掘能力真太强了 对 看我们讲这几个 在哪个国家不是高度机密 对 其实你说话就是 UFO坠落这件事情 在全球都有 俄罗斯有 欧洲有 咱们中国也有 比如说1990年开放UFO坠落世界 1993年的管西田阳基产 UFO击落世界 但是你就查不到关于任何中国逆向UFO的资料 任何都没有 咱们中国欧洲也 哦 你心情好 什么 欧洲也有 其实欧洲也有UFO坠落世界 但是说实话 现在的都查不到 但是可以查到二战以前的 你觉得它是联邦之国家 应该是 应该是 因为各管哥的 那我就能查你的 你能查我的 对 刚才说的 欧洲的这个 你说的联邦之国家 一个好查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 像二战的时候 德国战败国 被战败了 他的资料会流出来 对吧 战胜国肯定可以去搜刮他的一些资料 这种情况呢 也会流出一些他的这种秘密 资料呢 咱们现在要说呢 就是欧洲 德国 二战的时候的 法西斯德国的一个UFO逆向共产 他的资料是完全 因为他战败了 所以就流通出来了 1936年 就是在1936 就根据这份资料的线上 在1936年 德国 法西斯德国 法西斯德国 发生了一次UFO坠落事件 坠落地点 在德国的核心部分 所以呢 周边的国家都不知道 核心的城市里面 不是 就是在德国的腹地 哦 所以 别的国家都不知道 离周边国家很远 很远 其实越远慢慢去 反正德国也不大 但是反正他的腹地了 很快呢 法西斯德国的军队 马上出动军队 把这些残骸UFO的残骸 捞到了维维尔斯城堡 维维尔斯城堡呢 是当时 法西斯德国的一个核心地方 是一个三角形的城堡 希特勒亲自看了这些 罪过的残骸 很震惊 他就直接命令 海英里希希姆莱 这个人在二战时候 是德国三魁首之一 法西斯三魁首之一 希姆莱直接主持 这个UFO的逆向工作 这个逆向工程的 场路 叫做死丸之中 它的形状呢 就像一个中一样 像一个中型的飞碟 应该这么说 能飞起来吗 可以飞起来 根据2000年的一本书 叫神奇的武器 里面描述 死丸之中 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 电磁产 或者说重力产 达到飞行的效果 很迷惯 是吧 为什么他说的很迷惯 又很迷糊呢 因为大部分资料 已经缺失了 在德国战败的时候 烧掉了吗 不知道是烧掉了 反正被销毁了 被销毁了 所以能留下的东西很少 所以只能说是它能飞 知道它能飞 而且它通过的不是空气动力学 它通过的是电磁产 或者重力产的操作 让它飞起来的 然后它的沙山性非常强 在它飞过的地方 它能启动一种特殊的产域 能让所有在它这个产域内部的 有生命的有机体 化为灰烬 也不是化为灰烬 那化为黏浆 黏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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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就是比如说一头鹿 或者一根草一棵树 在它那个产域里面 就会化为像泥浆一样的东西 蹄肉组织都去哪了呢 不知道 就是它这个资料也是它们刨出来的 至于说真不是真真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 但是它这么写了 无法求证 无法求证了 但是根据它们的考证纳粹的资料里面 有这么的说法 有一个说法 但是很快武器的 很快研究武器的人 包括二战研究二战时的人 就跳出来说 你这种说法不可靠 这么牛逼的东西 为什么它不拿出来用呢 对啊 它不是那时候想争霸地球吗 对 经过这么问 神秘武器真相的这个作者就说 根据资料显示 这个所谓的死亡之中 由于它的飞行原理不可靠 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工作 十个有九个可能导致自己死在里面 所以呢 纳粹就没有把它投入实战 但是它们确实也可能有这个东西 还找了很多地球上这些研究厂 那它曾经在这研究过修建的一些研究设施 作为佐证 说是哪最曾经研究过的东西 那最后呢 因为德国战败 而且高度极敏这些东西都被销毁了 只留下了很少很少很少的资料 这个要是被一些反人类团体得到了还是蛮危险的 我觉得我不担心一点 没想到 反人类团体没有那么好的科学技术把它逆向出来 不 反人类团体没有那么好的技术把它山寨出来 人家不叫山寨 人家想想 反向研究工程 逆向研究工程 在这我还是得感叹一下 美国这些记者们 你们辛苦了 辛苦了 让我们知道了这么多事情 你们真的太不遗余力了 期待你们以后带来更多的信息哦